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老公还有公公婆婆就住在这个老公 她的爷爷奶奶所留下来的祖措了 本来相安无事 但结了婚之后呢 有一天婆婆就跟这个儿子说 既然结了婚 你们就搬出去住吧 因为这再也不是你的家了 这师父觉得很奇怪耶 如果以立场来说 婆婆跟媳妇在这个祖措当中都是属于外人 为什么婆婆有资格把她赶出去 苏律师我们要请您上台来了 所以她就请网友来评评礼了 所以网友说 这去吃这个冠廟宫 这分明就是婆婆想要霸占财产 来这件事情问题在哪里 你看他们结婚都住在一起 其实应该相安无事的 但是因为这个她生了一个孙子 哎呀 媳妇生了很不得了 这间房子这间房子应该是 这间房子要霸占财产的啦 所以其实会有一些状况产生啦 你说媳妇期待这个房子 是应该是要给他们住的啊 因为她已经生了孩子啊 因为这个房子呢 是公公继承来的 公公继承来的 公公继承来的 所以上面还有一个 在上面的爷爷 那这样继承来 还有生金孙孙孙住在这边 那所以呢 所以婆婆才会气到 因为他们一定是有很大摩擦 这应该是给我们家的 所以才说 才说你结了婚之后 还应该要出去搬出去住啊 为什么你们还要住在这边呢 所以他们两个才吵了起来 哪一个环节有问题 好 但这环节有问题的时候 我认为环节是出在说法律观念 到底媳妇的法律观念 它是什么呢 为什么她还讲出这句话呢 来我们来看 所以要考考大家 继承的法律常识问答 是不是大家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你也一起来 一起来作答 看你的法律观念正不正确 正不正确嘛 正确就来得幸福 就跟我们投资观念正确就赚钱 那法律观念正确就会幸福 好 我们一起来打打看 来第一题 爷爷生前口头交代说 祖产要留给孙子 对不对 父亲是不是一定要遵守 这个房子 这房子是公公 对不对 从爷爷那边拿过来的 他爷爷申请说 一定要给孙子 还会有真孙 要留下来 这个父亲一定要遵守吗 我的答案是 不一定 因为他只是口头交代 答对 他不要遵守 但是是不是 不只是口头 但还有 写遗嘱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分析 所以这答案是错的 父亲不一定要遵守 好 那孙子 来第二个问题 孙子可不可以要求说 居住在祖父的房屋内 我禁孙耶 可不可以 第二题 我也答 不可以 好 答对 来第三个 儿子可不可以要求主张 父母亲的财产继承权 要求父母亲先分财产 你知道这房子是爷爷留给你的 现在我有 我现在有孩子了 那是不是你应该先分给我 儿子有没有权利要求 没有 打对 叮咚叮咚 好厉害喔 好来 最后一个题 习父会不会因为生下孙子 对于公公婆婆财产 有管理的权利 这当然没有了 没有 如果很多答对 恭喜你 法律观念正确 观念正确 你讲的话就不会差太多 来我们一个一个来破解 到底他其中的争议到底在哪 争议是这样 目前这个房子是谁的呢 是公公的 公公是房子所有权人 习父没有权管理是重点 因为法律上规定 你是所有权人 今天你有 只要登记自己名下 这边登记是公公 不是登记别人 他有决定怎么使用 他可以出租 他自住 也有权出售 也就是今天 虽然这个房子 是从他的爸爸那边拿过来 可是现在是他的 所以他现在有百分之百的权利 所以就算是 我的爸爸跟我讲说 一定要给一金孙 不好意思 现在是谁的 这是我的 所以法律上 所有权人有权决定 再来 就算是公公 因为是继承取得方 说这继承 就算是孙子 今孙知道 这个最长辈说 要给那个孙子 不好意思 也不一定 不一定要留给儿子或孙子进程 因为这是他的想法跟愿望 但他不是法律 那问题是 公公有没有义务啊 有没有义务让成年儿子居住在房内 他没有义务喔 他没有义务 你说他是我儿子 就连儿子 你说律师 不是你 他是儿子啊 他是女儿啊 是不是应该要让他住在我家 我跟你讲 是我开心才能住在我家 那我不开心呢 我可以不让他住在我家 他说儿子呢 不好意思 儿子成年了 就要自己去什么 自己去过生活 所以即便他把他赶出去 其实这也是合理的 合理的 因为儿子他成年了 你看他成家了 又成年又小孩子 所以他允许儿子 住在家里面 是什么 极大恩典和爱 今天我让你住 不是你可以住 是我让你住 你成年了 就应该好好的自己去工作 好不好 所以今天如果父母亲 让你在家住 你心里要感恩喔 感谢爸爸 好我们下一个 出了观念态度的话 会让幸福遥远 今天你就知道 原来我今天住在这里面 不管是儿子或媳妇 感觉是恩典 是爸爸妈妈愿意爱你 所以说今天媳妇坐在婆家 有相当时间 为什么还呛了 结了婚 一定是什么 有让婆婆生气 你们本来是好好的 你生了孩子说 一定是有生气才说 你们应该出去 婆婆讲的对不对 正确 因为婆婆她就等于说 刚刚我们有才讲过 因为公公婆婆是有权利 你们没有权利住在这边 所以我要你走就要走 所以今天如果公公婆婆 而且他们媳妇 呛婆婆说什么 你为什么你是霸证呢 你霸证 我说不好意思 今天公公过世的时候 你想想看 公公过世的话 这栋房子谁继承 婆婆是继承人之一 还有什么 儿子是继承人之一 那媳妇是不是继承人 不是继承人 所以今天 所以就算这婆婆 未来她可以继承 她没有霸证问题 她是合法的取得 所以媳妇要清楚 媳妇不清楚 还骂婆婆霸证 不好意思 现在这是公公 公公是婆婆的先生 公公过世之后谁继承 是小孩子 是婆婆 所以不好意思 反而她有权利 孙子还没有权利 这很危险 所以婆婆那时候 媳妇说 你对于这个家 跟我一样是外人 这个说法是错的 不对是错的 在法律上 她是配偶 所以今天 如果说 如果这样说的话 法律都不支持你 你会让自己吃亏 今天你本来 没有法律上权利的时候 你既然说 我有法律权利 不好意思 那你就弄错了 所以你讲的话 没有人 不太没有人会提 而且法律上也没支持你 所以你的吃亏 会跟幸福很遥远 所以懂得法律 非常重要 好 那我们换一个角色 如果这个爷爷 没有过给公公 这个房子是挂名在 儿子底下 情况会不会不一样 这个情况会有点不一样 但是要很小心 法律儿子要注意 不要以为说 房子是你的就 就没什么事 如果房子登记在先生名下 可不可以不理公公 那如果这个情况下是公公 赠予给先生 通常是这样 因为从爷爷那边来 爷爷就会给公公 公公之后再赠予给先生 就是那个儿子 会不会不一样 现在就是这个媳妇的先生 有这个房子了 可是你要知道 因为如果今天是公公 赠予给先生的时候 你没有进到 抚养义务的时候 小心被撤销赠予 因为公公他没有过世 他给你的先生的时候 是用赠予的方式 那如果他今天公公都把财产给你 那你不孝顺 我未进抚养义务 对不对 我就可以撤销赠予 你今天可以撤销赠予 可是你就说 律师我们常常看前线百分百 你有讲过 如果公公有财产的时候 还不一定能够撤销赠予 好 没问题 如果公公婆婆名校财产的时候 小心未来 因为不孝 你这样对爸爸妈妈 忤逆不孝的时候 其他财产你就丧失继承权 很多状况下 儿女不孝会觉得说 反正我看我眼前 你给我一栋房子 我就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你忘记其他 公公婆婆名校还有其他财产 这时候你不孝 其实很多情形下 你是没办法继承财产的 所以你在法律观念里面要知道 原来你要瞻前顾后 真的孝顺是唯一之路 所以以这个案例来说 如果这个婆婆要把他们赶出去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因为房子是公公的 公公的 但是有一半也算是婆婆的 所以婆婆讲的话算数 对 未来 但如果他已经继承给这个先生了 你也不要以为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因为你没有尽到扶养的义务 也是会被要回去 对的 要很小心 所以在传承上可能有哪些绝识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